全面掌握国内外重要头条 专家分析 人物聚焦 黄光琴 POP抢先报 一旦开直播要在哪里看 我们请我们的小编 在我们的留言板上特别说明 顺便也一并说明 很多人想要订阅我们的APP 该怎么订阅 我觉得这个是平常我熟门熟路 拉到劈里啪啦 在呼台呼 或介绍我们节目什么FM91.7 可是真正细节 大家在拼这个订阅 那很多人希望不要 把这个字的权利漏掉了 漏掉了 那所以我们的这个订阅率 一路在成长当中 那还有很多听众朋友 如果您想用听的 您有时候来不及 在车上或在收信机旁 你也可以用手机来收听 这都是我们平常 忽略的这个细节 那今天我们持续 在选前进入倒数48小时的时候 我们继续进行我们的系列 我们今天邀请的是 媒体上线的高层是 新新闻的副社长陈东豪 东豪你好 光致好 大家好 东豪是媒体名嘴 也是大家熟悉的老朋友 资深的媒体人 东豪我们先看一些 或者浏览一些讯息 那我稍早就看到 就是说 其实高铁票 早就客满了 那现在有一个 客运量的统计 就是估计 从明天晚上 明天是礼拜五 就是选情之夜了 那明天晚上到周日 甚至到周日 是酝酿的高峰 期间客运 将比平常周末增加 三到五万 搭乘人次 东豪这个量很大 那显然就是因为选举的关系 当然因为选举 高铁 客运 这个是一个 那我会更注意一个 是高速公路 高速公路 对呀 因为你不管是搭台铁 搭客运 搭高铁 那个量 要过个 十万二十万 还是挑战 可是高速公路呢 高速公路是可以上百万 2016年那一次 因为有一些白色蜂蜂 14年 14年就有 14年就是看高速公路 游览车也好 自己开车也好 他可以晚上两点再出发 所以最好玩的 或者最有趣的 因为高速公路的流量 你到时候在高速公路 高速公路的那个网站上 你就可以看得到 他有没有塞车 这个东西 你就可以看出来说 返乡投票的热度 那个会比 会比 他已经告诉你热了 你从所有的票抢扣一空 他已经告诉你 他是热的 好现在只是说 好热到多热 是是 就是看这个 而且返乡是投谁的票 比较多 这个 好了 这个对不起 因为NCC的关系 我就只好每一个人 各自会有一个想法 好不好 等下我可以谈哦 他是五十万还是五百万起跳 哦 anyway 反正 我没有这个钱 我们不会被罚的 我们很谨守 NCC啊 伟大的NCC 您的教化呀 感恩啊 所以 高速公路 那个我觉得 那个是一个 非常客观的 一个现象 那个很容易判断 那因为 为什么容易判断呢 因为今年的工方是国民党 首方是民进党 那今年整个选举的节奏 呃 那么讲 上半年 我们大部分在谈的是 呃 克力关系 或者克白关系 嗯 到了倒数九十天的时候 嗯 其实只谈两个字 寒流 嗯 所以某一个角度来看 今年的选战 嗯 呃 那个主动权 在民进党手上 嗯 呃 上半场是柯文哲 下半场就是 韩国瑜寒流 嗯 那就看呃 掌握节奏的人 你再去看这个 返乡的热度 嗯 大概你比较可以 去有一个想象 是 其实2016年 2014年 我基本上 应该 也有印象 但是没有像2016年 印象这么深刻 因为2016年 那时候失去政权 国民党失去政权 你知道那时候 有人空拍 嗯 就是他家刚好在高楼 所以又是一个摄影高手 他拍那个高速公路 那个整个车潮 哦 因为都打着灯嘛 呃 晚上 还挤在高速公路上 你在绵延好几公里 而且像一个非常漂亮的 呃 沾满了灯光的这个丝带 你知道吗 是 所以今年我们就看 就是说 韩国瑜这边 是不是真如 当初哦 他造出现场就返乡的 这返乡不只是说 从北漂的回去投票 那还包括 呃海外的 这个侨胞他们也回来 那这个现象呢 我们可以比较2016年 2016年就是 国民党有些人 因为马英九弄这个 年终慰问金 把它删掉了 所以很多的 呃原先的支持者 含泪含铁含钢 都不出来投票了 好 有点含血了 那所以 那绿营他们就踩在一个风潮上 从2014年一直到2016 对 所以变成说他们积极的 甚至有年轻人返乡投票 所以造就了非常好的 这个胜选的成绩嘛 所以这是一个 那都好 我们知道我们资深媒体人 我们跑选举 我们最关注的是选情之夜 就选前最后一天晚上 一直到10点以前的那个大肇事 过去很有名的就是阿扁嘛 在那个中山足球场 哇 那个人潮还滚到外面来 那个足球场那个大到 可以容纳那个量大到一个地步 那个后来还滚出这个 所谓的中山足球场 外面全部都是人 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可是今年你一定看高雄了 一定看高雄当然 不过这么讲 今年其实 今年的选举跟往年也很特别 以前选举都是从台北往外烧 今年选举是从高雄往外烧 也就今年在823之前 所有你看到的分析数据都不算数了 823开始是一个分水岭 823因为是水灾 823也开始是寒流崛起 到了馆长那一场就更清楚 因为馆长那场是 是韩国瑜跟柯文哲的分水岭 那一直走到现在 你看到今年选举最好看的 其实最后15天 最后15天那个三三大招式 一场该过一场 那韩国瑜 三万五万 成千万就是要拼 那你 但是呢 为什么说 最后你还要看一下台北 因为最后 最后蔡英文他们是重兵集结的大台北 他不放弃台北了 他既回防高雄 他也跟杨文哲第七次合体 所以很好玩 就是说 一般益谷本来应该是最后最重兵 是集中在中台湾 这是因为韩国与英国韩流改变了很多态势 那从前面 这个15天 这个两党的大产斗 到最后台北 台北今年的状况 会跟你先前想象的不一样 现在是台北很怪 基于尊重NCC就不能讲 讲太具体的数据 那不管你喜欢谁 姚文志在台北市政府的那一场 超乎我的预期 昨天晚上在中山主席网那个 我不会把它当指标 我会把在那个台北市政府那一场 那一场你看到后来 因为后来那个柯文哲是在北门 这样讲NCC表现 我觉得市府那一场比北门漂亮 这样应该还好嘛 当然啦 我们不能因为NCC连言论自由 最基本的新闻分析 然后新闻的现况我们都不讲嘛 那真的是寒残效应啦 当然你不用顾忌 因为选前十天不能公布民调嘛 我们不意图影响选情就可以了 市府那一场比北门漂亮 那这就三角关系里面 那丁守中 因为杨文哲的状况会直接联动到其他两个人 所以你就看得出来柯文哲的 我觉得在这七十二小时里面他是焦虑的 我只能讲到这样子就焦虑了 其实昨天既然东豪提到这个部分 昨天他的这个四个女人之一的蔡壁如 就前办公室主任 他做了一个我真的觉得非常的意外的一个露出 虽然这个露出呢 说意外也不意外的原因是 他选择自己 等于是所属的或者说友善的这个 有一个网站 那叫做打脸名嘴 那名嘴啪啪啪啪啪啪啪 那个巴掌都被一直打 那他在那个网站上面发声了 而且他发声的这个主轴就是告急 他用一个还不是很短的一个呼吁 希望站出来如何如何 所以的确柯P这边是紧绷的 我们可以说是紧绷的 那回到这个高雄 今年的台湾选举九合一大选 绝对是聚焦在高雄这一场 所以最后锦罗密鼓进入倒数24小时了 然后那天到了这个最后入夜的时候 哇绝对是选情最高潮 可是东豪你也在现场观察了那一场 我们讲关键性也非常 自命性的一个关键性的一个辩论会 余波荡漾 那我们这方面的分析已经足够了 那只是说余波荡漾包括就是说见仁见智 譬如说陈其迈当然是一面倒 就是说大家认为他在技术面 他这个辩论会他是赢家 他守住了 而且他等于说辩论会 他的自信回来了 他自信回来了 甚至他变得不错 那压过这个韩国瑜 但是另外一个观点是有个船长跳出来了 我把他念过去就好了 他说如果真的是 你指责韩国瑜连那两个在林园里涉及的小鱼港 你都不知道的话 那这个船长说 那你知道啊 你明明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为什么你们在位的时候都不做 这是一个反扑 那我跟东豪谈了一个也是跟媒体有关的 怎么会因为一个谢寒冰 他在友台电视台 他透露一个讯息 会因为这个 有没有差互成功 互成功成为媒体 也进场去报导的一个焦点 我也觉得很奇怪 很奇怪啊 我那么讲 陈其麦跟韩国瑜那边 我给他取个血缘叫鳗鱼 鳗鱼跟鱼嘛 鳗鱼大辩论嘛 那其实这个辩论因为五天 所以他对既有的支持者 不会有任何改变 也就是你是支持韩国瑜 你是韩粉 你不会因为这场 韩国瑜的表现怎么样而改变 对陈其麦的支持者也一样 他国瑜改变了什么 是那种要投不投的人 那你知道那天的 那天的收视率非常好 主办是三立 他超过三立自己本身的延续局 那 富城高是中天嘛 你知道中天 我数据我现在不记不清楚 好像也过三 一个好像四点多一个三 好那其他的包括TVBS 东森 大家都是用三立的画面 听说也都有一 所以你去想象说 那天光新闻台转播这个东西 不管是用的是谁的画面 他几乎把所有有看电视的人 不看电视的人 全部都抓进来了 那我们再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过去的历史记录 最高的是已故的媒体人汪本湖主持人 他那时候在台湾新生的 就是阿扁那场04年的大选选签 他是从这个阿扁 然后从李登辉总统 然后又再结合这个手牵手 那整个他的收视率是做到3.6 目前在台湾没有人打破 最多2点多 破3就已经很不错了 他是最高记录 然后呢 如果以你刚刚透露的三立 因为他独家嘛 就这么一场辩论会嘛 之前那是政见发表会 那他是达到4那是非常高了 我的意思就是说 你知道就是说 有关系没关系的大家都在看 那所以 所以他不是 如果你是支持韩国瑜的 你不会因为这样的改变 不管韩国瑜表现怎么样 然后在起码的一样 那辩论影响谁 影响 我只会讲说 就涉及到我们24号你就会看到的 他的投票率到底是多少 投票率也相关 他就是会 他会吹谁出来 是 谁受影响 所以这个 这个时候很敏感 犯错越少的人 越有利 这是永远不变的 尤其是倒数计时的时候 那 如果你去看那场 就是说 好啦 还是要讲一下傅存高 虽然韩平是老朋友 那个 这个滚动 我觉得对韩国瑜是不利的 也就是说 为什么不利呢 就是说 以14年 陈菊花妈大赢的那一次来讲 那个投票率都没有过67 就是99万票嘛 快100万 对 他没有过67个percent 那一般来讲我们在 他的票率不是68吗 你讲是投票率 投票率 投票率过68 68 我有查过那个数据 杨秋心是31 我讲的是整体投票率 投票率 OK 投票率我记得是在67 没有过 应该是6点多67吧 那如果 如果你在24号看到的 的那个投票率是到了70 你知道就要多 多3个percent以上 或者3% 3% 3%如果以150万去推 你就可以算 可以算数嘛 好 那也就是说 卖于辩论的这件事情 它其实影响就是这种 它会多出来多少 然后它又往哪里流 所以还是一句话 因为这次选举选到 一边很亢奋 一边很忧郁 那你最后如果 候选人没犯错 然后旁边的人犯错 你就是影响那个 最后多出来的pa数 都好 因为我们也是选战 进入倒数48小时 我们也跟听众朋友 多讲一些选举史上的一些事情 你刚提到那个部分 我可以用2004年 连送终于合了 对不对 然后跟陈水扁 陈水扁要连任 那时候就是两颗子弹那一次 你知道最后 我们姑且把其他的因素排除 你知道那两边逼到 全部人都出来了 你知道吗 逼到最后 所以最后的差距是 0.228 2万多票而已 对 那个是整个逼出来了 双方是打成五五波的那种状况 然后逼出来 你看最后开票 那个差距是非常些微的 所以我们先讲 这我们休息一下金融广告 我们继续来谈 精彩的 这一次算是精彩了 后面越来越精彩 本来前面冷冷的 那这一次堪称精彩的 选举的各项的话题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的现场 我们今天继续邀请几家媒体的高层主管 当然他们都是资深记者 而且从平面媒体出身 那现在都在各个媒体里面 担任主管的职务 而且他们拥有在第一线情跑新闻的采访记者 所以他们所接触的讯息 或许我们平常在台面上不容易听到的 那因为选战越来越接近了 只剩下到数十八小时 我们就一直往回推 或许不精准了 那慢慢的明天 那就真的是重中之重重头戏了 所以在这个环节里面 我们还是不能免俗的去谈一下 这个因为太热了 而且热在高雄 所以我们刚刚讲的 连个护唇膏都可以变成激战 两边都有各自的说法 而且媒体卷进去了 因为这个人事实力物 它涉及到那个场景 那个人事有没有做这样的事情 就是我跟大家原本们讲一下 就是中天 有一位名嘴叫做谢亚冰 他就在这个言谈中间就透露了说 那天韩国瑜之所以辩论受到影响 是跟他不习惯化妆 他那天也没化什么妆 有铺粉 但是呢 他嘴唇上涂了他非常在讲话的时候 难以适应的护唇膏 三立这方就说 还好我们从头到尾都有拍啊 只让他铺一下粉 因为韩国瑜上电视从来不擦粉的 但是因为觉得他嘴巴嘴唇干干的 所以另外一方说法说 有这个护唇膏 可是三立说还好 我们全程拍没有给他上护唇膏 那这个各说各话到最后 韩国瑜自己出来说 对你没有拍 但是我不是由那一位的这个 呃 书化妆师画的 我是由另外一位 然后他确实有上护唇膏 但是他也强调 这不是什么大事吗 那后来今天的发展 就是说 这个呃 又探讨说 那个化妆是哪一家 这个摩托公司承包的 所以三立也不讲话了 哎呀怎么样的 说实在这个蛮无聊的 就是说你辩论会 你自己对这个谁好谁坏 谁忧谁胜 谁胜谁败 你自己有一个评价嘛 那跟护唇膏 基本上是真的扯不上关系啦 那跟脑袋里面 或跟你对于这个市政的娴熟度 比较有关系嘛 不过东豪最近又连香港人 香港人 对不对 中国香港的灵系 他是一个作曲人 之前就骂过柯P 你怎么可以讲我们香港 用这个负贫来讲我们香港呢 那灵系她正会又来插花了 虽然她是在她 这个香港的苹果日报 但是是个专栏撰文 那所以她对这个韩流 她自己有一番评价 可是问题是出在 灵系在香港苹果日报 撰文你就罢了 像我们台湾报道 三立电视台大作 就是借灵系来打韩国瑜 某种程度啦 所以你怎么看这些 这些七七八八这种现象呢 那么讲 不管是护存高啊 灵系的那个专栏 这所有一切都不会影响既有的结构 明确是香港人 他没有投票权的 但是在这个阶段48小时之内 其实对于两个不同的阵营来讲 他只有一件事情 你要考虑的不是 你已经到了口袋的选票 如果你是韩粉 你是自韩国瑜的 你要考虑的不是 已经支持你的人 这些人是不会动的 还是很坚定的 他唯一的还是 我回来讲那句话 会有多少的投票率 多出来的那一节 他可以是返乡投票 他也可能是在地原来 可以投不可以投的人 他会因为某一件事情而出来 那个才是最后的影响 所以你在看这一段时间 最后五天一个礼拜的 所有的这些插曲 他其实 其实就是影响那个东西 那这个关系就是说 好那谁犯错 有没有人犯错 那这个就会很麻烦 这个时候的任何犯错 你都会来不及补救 好董华我再请教你 就是说 当然吴敦益的食言风波 他也道歉了 这我们也探讨 我们不赘述 那但是兰英的支持 他们有一个冤或是委屈 他觉得那为什么 我们的吴敦益主席 他骂陈局案子 说他肥姿姿 他是个母猪 就不行 他道歉 那你们过去 其实神猪 那个骂连盛文 那个是网友 那再怎么样 那大家都心照不宣 你郑弘怡 你可以在某一次选举里面 你骂马英九 叉叉叉 然后还骂得非常难 而且是三字军 他当时候他也道歉了 那就在细俗说 那你们为什么可以 我们就不行 那事实上 我说实在都不行 你不能比烂 对方如果这个事情是 很烂的事情 你认为说 哎呀 这个 不过关键 你就不要比烂 我直接那么讲 你在五天天讲这个话 跟你在五十天天讲这个话 你在五年前讲那个话 因为今天48小时 最后我是看投票的 我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我都判断东西 其实很简单 它不复杂 就是投票的时候 你会不会受影响 对 那我一再强调一件事情 就是你现在48小时的时候 你要看的 一个是让你既有的支持者出来 不能变 这个比较容易 比较难的是说 除非你赢很多 除非那个是一个绝对的差距 那08年马英九也赢很多 可是因为一个微星管事件 其实也是有落差 也是很紧张 其实微星管事件 不影响任何结果 但是他们也紧张 很紧张 因为就不能犯错 甚至你要扩大差距 所以 因为吴敦一先生 我想很多人批评了 我就不想再多讲 其实昨天的中场会 他已经封口了 终于闭嘴了 你知道吗 你再开口又在那边 用你无视风格 在那边弄 说实在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 对你自己也没有好处 因为党主席的位置是相对 曝光能量是比较高的 所以回过来讲 因为今年的工方 主动权 其实后半截都在国民党手上 到了48小时 就不能犯错 你哪怕韩流再怎么支持 除非 除非韩流今天跨过二分之一 你说其实韩流很稳定的 超越二分之一 非常非常多 那哪怕犯错为损失的 除非是这个样子 是都好 还有一个讯息就是 我也请你评论一下 就是说 本来这个韩国瑜 他由庄律师陪同 他们本来去暗邻 去告这个郑弘怡吧 后来林场他就会 他不告了 所以这有各自不同的解读 那后来又有一位网友 你知道吗 在网路上 在传一个谣言 重伤这个韩国瑜 后来你知道韩国瑜 他后来也选择不告 那反倒是这个网友亲自去面 去见面 那个林先生 对那个林先生 他后来谢谢他 但是他也跟他道歉 所以韩国瑜 的这种打法 比较不像以前 杀伐之气的那些 其他候选人 但是有些人讲 就是说 你如果富人之人的话 你如果是这样面对 像郑弘怡们 或者是像这一名 这个网友这样子 疯传在选前 这么接近的时候 去散布一些谣言的话 这样子的话 会不会是 自己给了一个空间 让敌人 敌军 能够趁虚而入 这个看你选择什么 你要报仇 还是你要当选 这个不复杂 就是说 他的策略是 他的策略 因为我没有问他 我不敢讲 但我只能告诉你说 整个讨论的过程 在媒体讨论过程 或者在网络讨论过程 从谈 那个辩论比赛 谁好谁不好 谁赢谁输 谈到之后面就说 这个不告杂宏林很大度 爱与包容 一致呼应 那这个形象是对 对中间选民 会不会比较有吸引力 那这一贯的就说 这个话题就改变了 我论论讲 如果辩论对 不管你喜不喜欢 就是说 辩论之后 双方阵营 你看谁比较焦虑 焦虑 比较焦虑 比较急躁的那边 表示他认为说 这个结果并不好 对我不利 那你怎么办 话题改变是一个方式 那不管他告不告 他最后不告 媒体关注的议题 已经被改变了 那媒体还是会散播出去的 那么非兰非律 中间选民 怎么想 也就是说 这个时候不是看 寒流怎么想 如果我那么讲 如果寒流就可以让 让韩国瑜当选 那个思考也不一样 那如果 寒流没有过二分之一 那个思考也会不一样 它不复杂 是 好 我们刚刚跟听众朋友 尤其留言板上有人 请教我们 说如果他想要看我们的直播 那我们今天刚好有一场 不是我跟陈栋豪这一场 是马上我们迎接来的 12点06分 我们开始直播的这一场是专访这个姚文志跟他的夫人 那另外呢 我刚刚也提到了就是如何订阅我们的APP呢 其实我每天在讲说说我们APP要怎么样 其实我们APP你就打开你手机上你有个按键 你打开你的APP你去 这个Kings所谓的Pub Radio 你就看到旁边有个订阅那个栏目 那个按键你就把它按下去 那这样子的话你以后用手机 或者说已经不是直播时段的时候 你要听我们每一期节目你都可以在上面 那我们也请我们的这个留言板上 我们的编辑或是我们任何一个人 我已经讲过第二次了 是不是可以把如何加入我们的APP 如何订阅我们的APP 可以清楚的写在上面 那至于等一下 欢迎收看我们的直播 你可以在Pub Radio的官方网站 就在我们的官网FB上面 你就可以收看到我们直播的内容 我们休息一下 我们再跟新新闻的铺社长陈东豪 聊台北市的柯文哲了 真的是很有的聊 马上回来 资讯爆炸的时代 更好更快的新闻选择 王光琴带您抢先直击新闻现场 POP抢先报 现在时间11点37分37秒 欢迎回到Pub Radio POP抢先报节目的现场 我们今天重磅评论 我们做了一个系列专题 今天已经是第四场了 那我们邀请的是新新闻的副社长陈东豪 那东豪其实我们跑新闻大概30年了 差不多 差不多 我是快站的 你给我找 对我过去也在新新闻周刊服务 那我们今天 因为纯然是一个政治高度的议题 那新新闻就是主场了 那在这个台北市这个方面 那我们看到这个柯文哲 他在昨天还继续抱怨 这不是他第一次讲了 他说呢 你们绿营干嘛 要因为北农事件 把这个韩国瑜拉下来 言下之意就说 你把他拉下来 你创造了一个韩风 这个先前民进党还没想到 但是他没讲出来 因为他最后面这一段期间 他饱受韩流盖火锅 盖台啊 那让他原先的计划获取 已经打乱了 韩流打乱了很多东西 韩流打乱了民进党的经典补局 对 民进党本来的所有的政党资源 应该用在中台湾跟北台湾 你可以想见次后 你可以想见他们在高雄 花了多少力气 这第一个 最简单的 第二个是你怎么 也没想到韩流北上的时候 你像之前双十一的时候 大家还在消选说 丁手中是丁枸杞 就他一个人 大家都不在 可是你绝对不会算到说 韩流北上还是有帮助 那当然还有金马奖事件 你可以让 姚文智那个场子 我就想说市府那天晚上 那个信息计划去那个地方 你怎么会想象说 人会满啊 满啊 而且那场是刺激姚文智 当场就地宣布他辞去立委 那是一个高潮 他辞立委绝对是吹票 五天足够的时间发酵 那我们在看柯文哲 或者我们讲看柯文哲现象 就是说当网路上 网路世界里面的声量 他会被韩国瑜盖掉 超越以后 你就看不到柯文哲在干嘛 然后紧接着他去讲 韩国瑜这件事情 到底能不能拔掉 这一点都不重要 那么讲 就是说 你去讲那个拔不拔那个事情 你最后再拉票 因为现在就是拉票吹票 那你会从哪里获得你的选票 你要从哪里挖 感觉很明确的是 他就市政牌打市政牌 所以他选择北门嘛 对不对 可是我都讲说 你去讲韩国瑜 那个北农那个事情的时候 你是想要从蓝的还是从绿的挖票 它不难分析 但是还是讲了保守一点 因为NCC 你讲第四次了 对因为有NCC 所以很多事情 谢谢你也 我不能讲书 我不能讲书 不能讲数据 但是很难的就是说 这个东西一定在最后阶段 因为你要拉票 你要吹票 它其实就会跟数字有关 所以你在看柯文哲在最后这个阶段 他的步伐节奏是凌乱的 韩国瑜的寒流把柯P的节奏给打乱 那倒数据的时候节奏被打乱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 而且我们刚刚提到了说蔡壁如和许人也 他是幕后 他是隐形的 就昨天也亲上火线 然后这是很特殊的一个动作 但是我们讲 今年另外一个选举观察的重点 也就是说柯粉跟韩粉 重叠性到底有多高 因为这现在是没有答案的 那柯粉跟韩粉有没有世代的差距 这个也不容易有定论 所以你在看柯文哲在最后阶段 这个七十二小时开始之内的所有动作 其实就是回到最原始的那一个问号 就是说网络世界里面他是第一网红 那他最后转化成实体选票的时候 会怎么转化 那当被韩流冲击之后剩下多少 那这个东西再加上杨文志的那个场子是漂亮的 杨文志赢 那个场子是赢了柯文哲的背门 我必须这么讲 是就场面上看 对 可是在倒数据的时候 你背赢是一个让大家很意外的事情 绝对会会会让姚文志的状况更好 是 所以台北这一局会 如果六十天以前 你看不到这个结果 是 其实我们看到这些候选人真的是很辛苦了 每个人都受了不说 是 那昨天因为一些公务上面 我最后请那个丁守中委员回电话 他已经撒哑 我以为只是因为生死历劫了 那没有 已经长茧了 要撑到选举开票之后 可能要动一个手术了 那这个是相当的耗费体力不说 那尤其喉咙 这个每个候选人一打开嘴巴 我们就看到就算上电视 也是某种程度沙哑了 那我们也看到高嘉瑜 某种程度也是这个样子 每个人几乎都是同一个状况 那更何况是在风头上面 比较受瞩目的那些直辖市的市长候选人了 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次的这个选战的情况 的确是相当激烈 那因为这个已经是礼拜四了 我们请陈东豪 我们最后做一个比较逼近 就结果式的一个他自我的一个观点 或者说我们选后的一个布局 整个政坛的情势 我们一并来探讨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的现场 因为离我们第二小时 姚文智带他的夫人进场的时间 已经越来越靠近了 所以我这个时候 我跟听众朋友先说明一下 在昨天最后的确认 那他说会迟到一小点 然后会在今天 因为我们第二场开场 大概零六零七分会开始 但是他十分赶到 那另外一个确认 他会带他老婆来 他最后说好了 那姚文智呢 本来想一度要更改 这个受访时间 可不可以调到明天 我说不行 因为他在扫街 那我就看到 我就我们等一下 看看这个姚文智 他的性度如何了 那我们也 这个会静待他 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也跟已经到场的 这个媒体人先说明一下 免得你们着急 那东豪 我们继续来讲 就是每次到大选前 因为过去有经验害怕 怕选举对手阵营会出奥波 所以大家好像如惊弓之鸟 都在防奥波 你知道最早的快速反应部队 其实就是当时候 连宋他们选总统的时候 那时候 由武敦义 陈文倩他们这些人 那时候还年轻 他们发动一个快速反应部队 甚至在08年的时候 马英九特别 也请武敦义就防奥波 那时候一千多条的 他们自己列的 那同样这次有人讲说 会不会安危的问题 会不会有选前的奥波 几个阵营 包括这个侯友宜 昨天来受访的时候 他特别提到这个 今天报纸也大篇幅的在探讨 你觉得有这么紧张吗 紧张到这种地步吗 不是很喜欢谈这个 因为台湾选举史上 大概有两次相机 影响非常大 那个事情一发生 输的人不服气 赢的人也很难理直气壮 所以这个时候 谁执政谁要负最大责任 你不能有这种事情 第一个 因为那是最大变数 再过来其实所有的 不管是奥波什么 其实我那么讲 如果你原来的基础做得好 什么步都影响不了你 其实选举看到现在为止 我始终觉得 最简单的那句话是最有用的 犯错越少的人越有力 所有的选举的纷纷扰扰 其实是多半来自于内部 其实像今天在讲选举的时候 我不大用16年 因为16年我一直觉得说 国民党自己乱成一团 换成民党谁 我觉得都可以 就是先想换柱嘛 那这个党主席那时候 朱立伦非得要披挂上阵了 所以不是一个很好状态 那台湾选举 其实比较重要的是 14年跟18年 14年是一个新的状况 就是说网路 网路 然后这个 那个FB已经开始了 确实 然后不管LINE都已经开始了 只是没有像 今年这么彻底 那像今年里面 网路世界 对我们实体的影响 你不管你 你认为它有多大 它很真实的 就在你的身边发生 没错 我相信每个人都可以 可以在你的手机里面 而且小一幕战胜大一幕 手机那个 那个六寸五寸的八寸的 对 的影响力 远远大过你的 你的这个 这个几十寸 那这个会 这种变化会一直延熏到 15个月以后 因为今年很特别 24号结束之后 15个月就选总统 所以 当然选举一定有人赢 有人输 这你只 只有15个月的时间 可以应变 所以它会非常快的 基本上你还是看得到 蓝绿板块 这个大的结构 并没有改变 但是呢 一个新的结构 起来的是 在蓝绿之外 世代跟网路 是关键字 那应对不好的人 就出局 所以它非常快 它如果今年的变化 有人讲在2020 你今年所有看到的 一切在2020之前 你都还会一直在看到 所以它影响会非常深远 是 董好 你们长期在这个 第一线上 就是说 对于蓝绿 就是我讲的 就是国民党跟民进党 他们内部 就是应该有很多 内幕性的讯息 譬如说 蓝银你说 有没有人扯后腿 有啊 有没有人出队友 出队长 有啊 可是绿营这边也不遑多让 他们很多的这个讯息显示说 如果他们有哪个地方 真的 如果我们先前所知的话 哇 有一个结果出来 我们会觉得说 那就是因为 他们内斗嘛 很多人都提到这个 甚至 民进党的高层 也是 凡资深的一位政治人物 有一次我们上完节目 他就拉我到旁边 人家讲了很久 他说 内幕大爆料 他自己有一些选情评估 当然我们不可能在公开的 媒体上面讲 但是如果把他的全盘的这些内容讲 你会觉得 但是总结一个可以公开探讨的就是 蓝绿都有内斗的问题 只是谁轻谁重的问题 我怎么讲 选举一定很乱 嗯 那这个乱呢 呃 就看谁 谁控制的比较好 嗯 所以呃 为什么从提名开始 提名一定产生一些裂痕 嗯 所以你一定要消弭 那选举中期呢 呃 通常对执政党比较不利 为什么 我们在讲啊 其实其实从历次选举来看啊 知识党固然有行政资源 嗯 比如说你可以下去开支票 嗯 可是开支票的影响力 其实我一直都很怀疑 嗯 那但是呢 呃 行政体系的犯错 嗯 往往是呃 对对政业党最大的服选利器 哦 嗯 了解了 但是一连串就是说 可能呃 就是 所以为什么 违反行政中立的这个部分 不管啊 就是开支票 冬场世界之类的 这些都包挂在内 这包挂在内 所以我们讲 有人不同意啦 不过我的观察是这样子啦 呃 寒流崛起为什么 我一直说八二三很重要 你要知道八 你可以去算算八月八月的时候 民进党犯了多少错 嗯 嗯 那个简直像 呃 发漏 你知道 嗯 发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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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自己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因为不知道哪里会发漏啊 其实八二三之后 还有一个普悠马事件 大家不要忘了 我 选后我会积极的 重兵 零集在这个事件上面 重兵 你就记得说 反正一个八月就民进党一直发炉 是 好 可是提醒国民党 嗯 因为就到处48小时 呃 我 这很主观 嗯 我会觉得最近国民党的状况比较多 嗯 好 11月 大大小小的啦 对 11月 那你知道 呃 犯错这件事情 离投票日越近越麻烦 嗯 因为你会 你会连 消毒都来不及 好 最后一点点时间 呃 杨秋心 他 呃 昨天他 透露一个讯息 就是说 邱玉仁 一定要邱玉仁 他都觉得 有特殊符号意义的 嗯 他南下了 他进 这个重兵 他 他至少他个人了 他这个 跑到高雄去了 嗯 那杨秋心 当然有个质疑 因为过去两个都是 老朋友啦 老朋友啦 他特别点这个 难道要重演过去的歌喉战吗 呃 没那么重要啦 嗯嗯 比较重要的是花妈啦 嗯 我想今年 今年高雄选举就是空战跟 空战跟陆战嘛 嗯 那空战 呃 空战的部分 韩国瑜打得非常漂亮 那陆战的部分 就看王 就看王 王金平 王金平到了 发空 发到什么地步了 可是我不得不讲 嗯 呃 吴敦一打花妈 嗯 会影响到陆战 嗯 我跟你讲就是 就是那么现实 嗯嗯嗯 呃 韩柳可能会对民进党 任何人都不满 嗯 可是你不要忘记 呃 14年的花妈 如果那么强 没有理由 四年之内 嗯 就就就就就 就就 就算你 你打个折嘛 他还是有他的影响力 而且 而且这一场 这一仗 呃 后面就是在跟花妈打仗 嗯 简单讲 高雄这一局 在后面就是跟花妈打仗 就本来是高雄人对抗这个民进党的一场战争 就后来被那个 你变成 无主席 转移焦点了 你现在变成是蓝绿了 是 好 你一句话就把它变成蓝绿了 嗯 好的 今天非常荣幸哦 其实听这个资深的媒体人 现在是新新闻副市场 陈东豪分析 你会觉得非常的地道 我只能这样讲哦 也有他专业性 跟媒体的自律 这是东豪 我们今天看到 呃 非常持平的一个分析 谢谢东豪来到我们节目 谢谢大家 谢谢光琴 好 我们休息一下进入广告 我再次预告 我们等一下是直播的节目 然后我们迎接的是杨文志 希望他信守承诺 呃 看得到他的夫人 也一起进到我们录音间 我们休息一下进入广告 马上回来 谢谢观看